难难难道德玄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是不对知音枉废 舌尖 这几天咱们书馆的书啊 多少的显得有点污吐 为什么 他没仗打不热闹啊 好在啊 咱们离热闹的回目也不远了 那么今天啊 咱们就继续的往下说 上文书啊 咱们说了一下这个 黑山派合着御宿府的绅士 您别看呢 他是这个大合着达涅尔的三儿子 实际的地位呢 他也并不是啊 这会儿南疆的宗教领袖 无非呢 就是喀什嘎尔的韩王 但是啊 咱们前文书也交代过了 他却是这老合着呀 这些孩子当中 最有雄心壮志 最有能力 以及也最受人民敬仰的一位合着 做了喀什嘎尔的韩王之后啊 他时不时的就会跑到北疆伊犁 那么说 他是去操控这个准盖尔的大韩吗 当然不是了 他是为了呀 看看这个准盖尔韩国的动向 一日长两日短 那很快呀 盖尔丹侧灵啊 也尿气了 这几个儿子呀 还不争气 用了个韩味呀 还就动起手来了 于是就让这个阿摩尔萨纳 以及这个达瓦齐钻了空子 最后啊 这达瓦齐做了大韩 要说起来呀 这会儿的玉祖福呢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他觉着这是个好机会 不过呢 他还认为呀 现在还不是他们起兵 推翻这准盖尔韩国的统治 彻底的独立的最佳时机 就在这乾隆十九年的时候 这回呀 玉祖福叼不叼不的 又跑到伊地来了 一呀 是探听一下这准盖尔韩国 现在的动向 再来呢 是看看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也有一个儿子呀 在这儿成为了人质 他这回一看呢 可把他乐坏了 哎 这个野心伯伯的阿摩尔萨纳呀 因为跟这个新任大韩打了齐 这两个人分赃不均 打起来了 那形势是什么呢 这阿摩尔萨纳呀 他没有这达瓦齐胳膊粗 让这个达瓦齐呀 给打跑了 投靠了大清朝啊 搬救兵去了 玉祖福这一下子可认为呀 哎 机会真的来了 于是这玉祖福啊 修书领风啊 就连夜送回了南疆 第一风啊 是传达给呀 自己制下的这些城主的 让他们做好啊 战斗准备 哎 巩固防御攻势 深挖洞广集粮 说有一场大仗啊 马上就要打 这封信呢 只是把命令传达下去 不能写的太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啊 他手下的很多 阿奇木伯克和这个 伊莎嘎伯克呀 那都是清准派 因为他们呀 都是世俗官员 他们的这个官职啊 是准干儿韩国 大韩任命的 他们的荣华富贵 是靠做官得来的 所以说给谁服务啊 那都能保证 他们的荣华富贵 所以说呢 这些人是在南疆的这些星贵当中啊 最两面三刀的人 那这第二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这第二封信呢 让咱们现代人来看呢 有点孙子了 他勾结了外部势力 写给了吉日吉斯人 这信的内容 无非就是啊 咱们祖辈啊 都是一样 都是穆斯林 所以说呢 你们啊 过来帮忙打仗啊 咱们最后啊 肯定不会亏待你 并且呢 这不是普通的战争 这是为了发扬我穆斯林 光大我穆斯林的圣战 那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 那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回去啊 往次啊 来这个伊犁朝贡啊 都得且住着呢 这没过两天就要走 怎么跟这个大汗打瓦奇说呢 并且管自己走也不行啊 不能把自己的儿子就生在这儿啊 一旦自己在南疆这反其一举 那么在北疆伊犁的儿子 岂不是就是身手易住了 于是他就跟这个大汗打瓦奇说呀 这说我的汗王啊 大事不妙了 哎 我的这个邻国呀 吉日吉斯人打过来了 这沿途我抢了不少的村庄 杀了不少的百姓 并且呀 扬言要攻打我的喀什嘎尔 大汗这事啊 您不能看着不管的 您得派兵援助我 咱们一起呀 把这吉日吉斯人呢 赶跑 什么您得 我这还顾不顾命来呢 哎 这阿摩萨纳反了之后啊 跑到清朝啊 去搬救兵去了 哎 我这是眼瞧着 就一场血战要打 我这哪有功夫管你这点事啊 你呀 赶紧回去 自己呀 带着兵去营迪去 这玉素甫一看呢 这达瓦奇上道了 他心里有多高兴就别提了 可是脸上不能表露出来呀 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 说要不然这样 让我儿子呀 阿布杜拉先回去吧 他呀 应该能应付得了 就真不行的话 我再回去也不迟 达瓦奇一听啊 想都没多想 直接就说呀 那就这么定了吧 那么这玉素甫 为什么让自己的儿子先走 自己却不先脱身呢 因为他心里明白 一旦他先回去了 他的儿子就永远也回不去了 他跟他的儿子说呀 你回去之后啊 别的事先不要办 第一件事就是往回写信 给我给这个达瓦奇写信 说这事啊 你应付不了 让我回去赶紧处理 这人俩商量好之后啊 一计而行 没过几天呀 从南疆就来信了 这信上说呀 这事太大了 我办不了 得让爸爸亲自回去处理 这达瓦奇啊 还就真中了计了 于是啊 就让这玉素甫啊 赶快回去稳定局势 那还等什么 赶快跑吧 这玉素甫啊 沿着夏特古道是一路狂奔 哎 只用了一天的功夫 就翻过了穆扎尔特 兵打板 可是啊 就在夏特古道上啊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呀 是咱们这段书的老朋友了 霍吉斯 我还得提醒您呢 不是小合卓 霍吉祭 就是把这个达瓦奇啊 逮住之后 献给了大清朝廷的 阿奇木伯克 霍吉斯 这霍吉斯啊 就属于是在南疆的这种新权贵 是由这准干尔韩国大韩 册封的城主 并且这霍吉斯一家呀 是这个新权贵当中的实力派 他们这一家子两辈人呢 被准干尔韩国册封为城主的 就有七个人 所以说呢 从这个实力上讲 他们呀 应该是标准的亲准派 这霍吉斯啊 看到了玉素甫之后啊 那两个人打招呼啊 实际上呢 谁也不理谁合适 可是这走了对头了 不打招呼 总是不好 那么是怎么个政敌呢 您想啊 这个霍吉斯啊 是白山派的信徒 这玉素甫呢 是这个黑山派的合卓 并且呢 一位是强硬派 一位是清准派 所以说 无论是从这个宗教啊 还是这个政治观念观点上啊 这两个人是根本就 说不上话 尿不到一个狐里去 那这霍吉斯呢 他掩人是老炮了 看了一眼 形色松松的玉素甫啊 他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 他知道这人呢 肯定是设计从伊犁啊 逃跑回来的 至于逃跑回去干嘛呀 那不是明摆的事吗 一定是要反呢 这玉素甫呢 心还算不错 他说 你这会儿去这个伊犁干嘛呀 那是混乱的 这霍吉斯呢 当然就是打马会言 他说 我有点攻势 到那去去就回 这霍吉斯到了伊犁以后啊 就把自己的分析啊 原原本本的 给这达瓦奇说了一遍 这达瓦奇啊 是简直就是一句话点醒的梦中人 于是就派人去追 您想那能追的回来吗 这玉素甫啊 回到南疆之后 我就立刻调兵遣将 预谋大事 这一下子这南疆口就乱露 您就想想吧 在南疆这块地区 有多是股势力吧 首先啊 黑山派 其次呢 白山派 还有呢 就是准干尔韩国 封的这帮清准派的 这个伯克们 这达瓦奇啊 还派了自己的蒙古兵 进入到南疆 四季啊 要勤杀 斩首预速服 不但如此啊 他们还勾结了 这个吉尔吉斯人 也就是说啊 还有外部势力的参与 那还说什么 这几拨势力互相掐去吧 您要说这南疆乱 那这北疆也不消停 这会儿的清军呢 那已然是大兵压境了 这格登山一战呢 达瓦奇大败 好几万人 让人给打的 就剩了两千多名随从 那没招了 跑吧 往哪跑啊 只能往南疆跑 因为他算了 往西边的哈兹克 北边的俄罗斯啊 跟自己的关系 实属一般 那投谁呢 就去投霍吉斯吧 我想啊 这霍吉斯啊 他们吃水 是惹定不会忘了 挖井人的 他们一家的伯克 可都是我疯的 危难时期搬个门啊 应该不算什么啊 这离城八十里啊 这大汗达瓦奇啊 就派人给霍吉斯送信 这霍吉斯啊 连忙送来了好酒好肉 说呀 上大汗吃饱 喝足之后再进城 谁想啊 一下子就中了他的记咯 这大汗喝醉了以后啊 被气着咔嚓三道绳 捆了 就被送到了清军大营 这大清朝啊 一平准干尔之战呢 就算结束了 咱们这过场书呢 也算是结束了 明天咱们的主角啊 可就要来了 这大小合酌材料 正式登场 什麼啦 是 是 每银材料 每银材料 试愛 都是 为仰 Squee 不是 是 那 像